世界变得更大更好 鳄鱼再次从沼泽游上岸来听艾米尔的故事 所有鱿鱼也都尽量游靠岸边 将头探出水面倾听 树木竖起它们多叶的耳朵 而昆虫也停止鸣叫 以免扰乱声波 更没有一只狗吠叫 大家都专心一意听艾米尔说故事 艾米尔觉得很得意 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 她将四个季节 死亡以及生命游行队伍的事 都解释一遍 当艾米尔把故事说完之后 得到如雷的掌声 所以她很有信心 整件事十分顺利 应该没有人不赞同才对 绿树拍着绿叶鼓掌 动物以各种鸣叫声表示喝彩 植物花草也稀疏有声 人们欢呼着 为艾米尔喝彩 经过好久 这些声音才渐渐消失 安静下来 嗯 国王说 你做得很好 艾米尔 但我已遇见到一些困难之处 我遇见到上千个困难之处呢 猫头鹰不悦地叫着 鸟类不像动物那样 占据地面上的空间 鸟会飞 所以可能要上百万只鸟 才会把天空填满 所以鸟类应该可以活到永远才对 所有的鸟类在此时都鼓动翅膀表示赞同 一只坐在艾米尔脚旁的小猫也生气地说 荒谬透顶 动物可以搬到不挤的地方 只有像树木花草一类的东西是不动的 它们才该死 或者需要四季交替 听了这样的话 树木猛烈摆动树枝 发出声音低吼的声音 而动物间也一言不合 各自争论了起来 艾米尔的父亲为维持秩序叫了一声 我是国王 他说 我有解决的办法 每一种动物和东西都可分配到属于自己的季节 然后按照艾米尔的建议死去 但是人类除外 人类要长命百岁 统治一切 以确保一切运行顺利 国王英明 人们欢呼着 艾米尔的母亲也微笑着说 你好聪明啊 夏米洛 国王看着艾米尔 儿子啊 你觉得我的方法怎么样 你不觉得很聪明吗 艾米尔不摇头 也没点头 怎么样艾米尔 国王问 怎么样艾米尔 皇后问 其他动植物和昆虫 都发出很大嘘声 艾米尔实在不想再加入这些声音 所以他以十分低调的声音 说 我不觉得父王 不觉得什么 国王命令着 把话说清楚 艾米尔 艾米尔 你最好把话说清楚 树木稀疏地说着 人类也应有季节交替 艾米尔为难地说 虽然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 可是他实在不愿和父亲 意见相左 人类也必须死 然后在另一个时空重生 所有人都必须同意 这样的计划才可行 你只是个小男孩 国王说 你知道什么 这不公平 艾米尔大声起来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 你应该相信我 恐怕艾米尔已被赞美冲昏头了 皇后说道 艾米尔忍着不要撅嘴 但他知道 虽然父母亲大多时候是对的 但有时还是会犯错 因此他固执地说 人类也得要死 不然就不会有圣女贞德 或者拿破仑 或者米开朗基罗 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 要就大家一起 要不就大家都不要 海马说 适合天鹅的 就适合一般的鹅 天鹅说 棕榈树沙沙地摇摆着他的树叶说 我有个建议 如果我们要有四季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待在夏天 现在的天气 一直都不合我的理想 那也就算了 不过你们应该了解 对我而言 我一直都觉得不够暖 我正好相反 我是绝对不可能要夏天的 贝基凶说 那对我而言 一直都太热 他一边咆哮 一边抬起后脚 用力将前掌印在地上 在泥土中留下小小的爪印 我要冬天 还要很多很多雪 艾米尔皱起眉头 如果他再不想点解决方法 这些动物可能都要打起来了 他叫着 这是行不通的 看你做的好事 艾米尔 他的父亲说 艾米尔焦急地寻找着灵感 但连影子都看不到 一只鳄鱼喊着 不管怎样 我一定要雨季 先前不知哪个白痴阻挡降雨 差点酿成一场悲剧 我什么都不在乎 只要有下雨就好 玫瑰花一边说着 一边优雅地摆动着他的花瓣 但是如果我们得先死一次 然后再重生 我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报酬 我想至少一年死一次 然后再在花园中的某一个角落重生 从另一个角落再生 然后呢 其他花朵问 然后再死一次 接着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花园中重生 一个坐落于国家中的其他地方的花园 如此一来 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可看到花朵 我可不想每年都死一次 埃米尔的母亲说 那是多烦人的事啊 我希望一次就可以活足一百年 一个小女孩说 我不要 我只想每次活个十年就好 另一个人说 埃米尔的父亲 以比谁都大的声音说 我是国王 我要我现在的生活 就是这样 当埃米尔听到父亲说的话时 他失望地悄悄走开 他想 如果自己不想点办法 就不会有生命游行队那些东西 他从来都没有这么难过和无助 他抬头仰望天际 太阳璀璨闪亮 稍许白云像船一般划过天际 天空看到了他的处境如此艰难吗 埃米尔几乎要开口说 我要求立刻给我一些协助 但他及时闭上嘴 如果说这些日子 埃米尔有学到什么 那就是他知道 下命令只会让事情更糟 请你帮助我 灵感 你在哪里 他说 我真的好需要你 可是我根本看不到你 哦 埃米尔 我在这里 你不一定要看到我 一个声音 听来正是灵感的声音 如果我看得到你 我可以把话说得更清楚 埃米尔哭着说 好吧 他一边回答着 一边就突然出现了 这次他穿的是像太阳光 或者就是玉米一样的金黄色裙子 连头发也是黄的 我看来很聪明的样子 是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虽然你自己还不晓得你知道答案 他说 我已有答案了 埃米尔问着 他的脸上因此亮了起来 但随即又黯淡了下去 你听到那些争执了吗 他问 真是糟糕 动物 植物和人要的东西 全都不一样 更糟的是 他们彼此不愿配合 有些人想要一次活一百年 有的人只想活十年 有的人则是想在别的地方重生 所以呢 你的问题是什么 灵感说 问题是什么 埃米尔叫了起来 有些动物只要夏天 有的只要冬天 有的则什么都要 还有 我父王则希望什么都有 因为他是国王 他根本不想死 说到这儿 埃米尔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了 他听到狮子和蜜蜂在争执 而蜜蜂嗡嗡的声音 和狮子吼叫的声音几乎一样大 埃米尔 灵感比平常温柔的说 我很同情你 所以我告诉你实话 虽然我一直觉得 你现在应该已把事情都弄清楚了 原本整个自然 就能容纳成千上万 各种不同的口味和喜好 一切都会解决的 只要你静下心来 不要担心 一切都听我的 埃米尔看着他的红色鞋 然后想 灵感一直都很值得信赖 虽然有的时候 态度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好吧 我听你的话 他说 首先 你父亲会厌烦自己 一直在做国王 一旦他发现死 是件可行的事 他会选择去死 这样他才能重生 做一些别的事 真难想象 埃米尔怀疑地说 但我说的是真的 灵感说 现在死亡给他另一个选择 他知道自己可以死 而他的好奇心 会驱使他那样做 而大自然 也会依每种动植物的情况 给予他们想要的生命 你是说 北极熊可以享有冷天 而棕榈树 可以享受炎炎夏日吗 埃米尔问 听来不可思议 灵感笑着说 我准备给你一个惊喜 离开你的身体 跟我来 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一旦你接受死亡 给生命一个机会 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什么惊喜 埃米尔半信半疑地说 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喜欢惊喜 来吧 离开你的身体 我带你去看 灵感用一种哄他的口气说 否则你就看不到惊喜 埃米尔觉得灵感听来 神秘兮兮兮的样子 所以他深呼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像先前一样 用力走出自己的身体 快点 灵感催促着 但是埃米尔说 给我一分钟 他弯下腰对他的身体说 不要担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 之后 灵感拉着埃米尔的手 两人一起飞到空中 埃米尔的国家 在他们的脚下 越来越小 埃米尔看到 正为雄师争执的 金黄色母狮 还有正在吵架的人们 突然间 那块土地开始变大 而且越变越大 埃米尔喘着气 我坚持一定只能有冬天 北极熊高喊着 他的声音穿过云霄 所有的北极熊 都像以往一样 群聚在国家中最冷的角落 就在北极熊的话还没说完 那部分的国土也越变越大 伸展到很远的地方 同时变得很冷很冷 埃米尔看到雪从天上落下 北极熊则手舞足蹈 大喊着 谢谢 谢谢 那是北极 灵感说 而即使是在他说话的时候 北极都还一直在变大 其他想要冷天气的动植物 也都聚集到那儿去了 就在同时 国土继续展颜 另外一端就成了南极 这个变化 虽然和北极不是在同一时间 但前后也差不了太多 埃米尔看到棕榈树 和其他各种喜欢暖天的 动植物和人 正向南极移动 当然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埃米尔无法一一看到追踪 然而当一切都结束时 所有动植物 都找到属于自己的气候和季节 并享有许多空间 死亡从何时开始呢 埃米尔屏息了一阵之后问 什么时候都可以 灵感回答 动植物的身体都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没有必要 当然 它们会老就是了 什么是老 埃米尔问 又是另一个发明吗 老是一种讯号 提醒你该换到下一段新生命了 灵感说 当你年老时 就会变得聪明 那就像是给你的回馈一样 你会记得所发生的一切 并且从中学到许多 可是 我正说到兴头 不要打岔 灵感不耐烦地说 这就表示你还不够聪明 有些人年轻的时候 就蛮聪明的了 不过 大家都会学聪明的就是了 埃米尔根本听不太到 灵感在说什么 因为她一直想看 在父亲国家中发生的一切 一朵白云飘过来 挡住她的视线 她急急大喊着 要云朵快向上移动 好让她看清楚 当云朵移开之后 埃米尔对于看到的一切 十分惊讶 她眨眨眼 又柔柔眼 整片国土扩张得好快 她根本看不到土地的尽头 母后再也不能骑着马 从这头旅行到那头了 她想 看 东边和西边也分得好开 灵感说 但是埃米尔的目光 被另一样东西深深吸引 所有的沼泽和湖池 也都在扩张 造成许多大海和江河 看看那些沼泽 好大 她喊着 鳄鱼应该会很高兴吧 你会把它们忘记吗 灵感问 我在这儿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笑 埃米尔很兴奋 她开心地抓着灵感的手 就在天空中转圈跳舞起来 灵感笑着说 该回去了 你父母还在等你呢 话才说一秒钟 埃米尔就看到父母亲在底下 她和灵感双双从云端飞下 当然大家都看不到他们 然后埃米尔就站到自己 还在熟睡的身体旁边 我回来了 埃米尔大喊着 她伸伸手脚 感觉十分舒服 然后坐了起来 你不会相信发生什么事的 她父亲说 你居然睡着了 我不是真的在睡觉 我可以解释 埃米尔说 这时候 她的母亲就是皇后 也走了过来 一脸担心的样子 不知怎么搞得 一半以上的动物都不见了 她难过地说 其实只是我们的国家变大了 所以你看不到那些动物 跑到哪儿去 埃米尔兴奋地解释道 看到我们现在 多出多少空间了吗 不过我还是会很想念 北极熊 埃米尔的母亲说 你还是可以去拜访他们 国王说 就在这时候 所有离开的人们和动植物 都朝埃米尔走了过来 我们现在的空间比以前大多了 他们笑着说 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想一切问题都将解决 皇后说 不过 人们不断地生死轮回 将影响我的人口统计 如果说 大家都只能在某一天 比如说星期三死亡 在星期六出生 不知该有多好 但我知道 人和动植物 都是很善变的 灵感突然出现在埃米尔身边 不过国王和皇后都看不到他 他在埃米尔耳边小声低语 埃米尔则将他说的话 再大声地重复给他父母亲听 没关系 他说 人和动植物可以随时改变心意 不过他们还是得走上死亡意图 而他们的身体也会衰老 所以他们会想离开 好聪明 皇后说 埃米尔笑了 他在心里谢谢灵感 告诉他该说些什么 而他的母亲说 今天真是太辛苦你了 埃米尔 你现在可以回皇宫 好好睡一觉 埃米尔预感有趣的事情 将要发生 所以他说 请让我再多留一下 他的父亲微笑着说 好吧 你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想有些规定 当然也可以打点折扣 王和皇后就转身回去皇宫 只留下埃米尔一人 独坐在花园里 埃米尔再一次觉得 整个世界好像在等待什么 但是 是在等待什么呢 灵感 现在是怎么了呢 他小声地问 噓 等着看 他说 因此 埃米尔屏息以待 就连最爱聊天的花朵 在劳累的一天之后 都感到疲倦想睡 但他们还是勉强睁着一只眼 想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现在 每一朵花上的每一片叶子 都有足够的空间伸展 这些花草树木 看来比先前开心许多 小鸟在树枝上筑心巢 不再像先前有那样多小鸟 在同一只头筑巢 压得树枝沉重的抬不起头来 看着每一样东西 埃米尔好开心 连空气也是如此新鲜舒畅 天空开始闪着光亮 埃米尔的眼睛睁得好大 他知道 魔幻时刻很快就要来临 因为天空要对他说话了 埃米尔 有个讯息要给你 天空说 突然间 天堂的门打开 或者好像是打开 埃米尔又再次看到神的国度 躁天者坐在他的高脚凳上 漆着天空 还有百万手足 忙着建造昆虫世界的昆虫神 以及带着记载世间万事万物书籍的聪明蛙 嘿 哈喽 埃米尔叫着 我从来没想过 还能再见到你们 多亏你 昆虫们现在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时空 百万手足说 我一直忙着要帮他们找解决之道 现在 蜜蜂可以时常绕着花朵转 而蚂蚁也有许多空间建椅窝 真是不可思议 而我正在做更新更好的夏日和冬天 夏雨天 晴空 和介于两者间的阴天 躁天者笑着说 他天蓝色的脸庞 颤杂着天堂的色彩 黑色胡子挂在白云上 因为你有勇气 鼓励人们加入生命游行队 所以我有个信息要传达给你 现在听好了 灵感提醒他 埃米尔仔细地听 一开始他什么也没听见 让他有点担心 他头上的天空再次关了起来 神的国度又不见踪影 埃米尔继续听着 他听见花朵在睡梦中喃喃自语 昆虫震翅的鹰鹰声 还有绿草的稀疏声 他甚至还听到小田鼠和蛇 在地里蠕动的声音 埃米尔移动了一下身子 是不是还会听到更多声音呢 所以他更努力地倾听 埃米尔听见天和地 深深而安静的呼吸声 那奇怪的声音 让他摒弃宁神 当他回过神时 最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埃米尔感受到 自己的灵魂冲入天堂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是天空 是星辰 也是地面上的所有动物 这种感觉只维持一小段时间 但埃米尔却觉得 好像有一世纪尝试的 他知道他又从万物和一只神那儿 得到信息 然后他知道他坐在花园椅子上 一切又都恢复正常了 灵感站了起来说 我得走了 埃米尔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实在太兴奋了 但他立刻回神过来 你要走 没有你我会很孤单 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小傻瓜 他温柔地说 你有这么多东西要记在你心灵的笔记本上 你不会有时间想我的 而且我其实会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只是你看不到我就是了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 只要叫我的名字 然后就像你刚刚那样 用心倾听 不要 埃米尔说 我不要你走 这样我会很孤单 你还有很多事要做 灵感说 国家有许多问题 但现在的你 也可以做更多事 去解决问题了 因为你已学到顺应自然 而不是只知道要求和命令 从现在起 你要更加独立 而我们也都会帮助你 似乎有上千声音 异口同声说这句话 埃米尔眨眨眼 在一瞥间 他又看到自己 像先前那样带领着生命游行队伍 他看到拿破仑 米开朗基罗 巴黎和纽约 以及那条宽阔的大道 所有游行的人都喊着 谢谢你 埃米尔 而所有旗带 也都迎风摇曳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